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美凤最后选择了一款相对低调的紧身蕾丝婚纱 还直言这件礼服就像自己的个性 有点轻奢华 却又带点含蓄 也象征现在的感情写照 照片中身穿婚纱的陈美凤正摆着pose 蕾丝婚纱若隐若现地展示出她的性感身材 加上一头时髦的大波浪卷 整个人非常性感 不得不说陈美凤今年64岁还能抱恙得当 丝毫看不出年龄 真不愧被誉为台湾神最美欧巴桑 店内服务人员还好奇询问她是不是再婚 她也开心地回答 是的 再婚 最后陈美凤还与婚纱店老板亲切地喝了饮 陈美凤是台湾神演员 因为出演了《风水世家》中的林丽华一角后 也被内地许多观众所喜爱 但如今许多人提起她还是因为她令人目瞪口袋的感情史 2012年陈美凤与徐福庆传出婚变 两人还在法院争夺豪宅 据了解两人交往近十年一直是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 陈美凤对徐福庆非常好 除了负责她与子女的生活费 还帮其支付给前妻的赡养费 这次离婚两人一度闹上了美国法院 对方不但向她要求赡养费 还向法院申请扣押她在纽约的房产 让她有家却不能回 这场官司大了整整四年 期间陈美凤多次赴美 终于在2016年夺回了自己被前夫霸占四年的豪宅 自此与前夫再无瓜葛 情断前夫后 陈美凤在2017年被爆出与男艺人邱泽相恋 一度引起热议 其实大家之所以会如此诈议 还是因为陈美凤比邱泽大25岁 都是可以当她妈妈的年龄 这段关系本是传言 但后来邱泽却以私亲口承认了 当时邱泽在参加一个活动时 被问及感情状况 邱泽表示 我觉得各个年龄层都可以 只要谈得来 这一句简单的谈得来 让她和陈美凤的绯闻多了几分扑朔迷离之感 兜兜转转 如今64岁的陈美凤 仍旧相信爱情 找到新归宿 大家还是祝福她吧 娱乐圈中有不少动力女星 有的甚至已经四五十岁了 看起来却依然像二十几岁的小姑娘 比如已经快46岁的林志玲 至今看起来依然是年轻貌美 不过最值得一提的还是台湾女星陈美凤 如今已经64岁 却依然美艳动人 越来越充满着成熟女性的魅力 不少媒体还亲切地称她为 台湾最美欧巴桑 陈美凤昨年来在娱乐圈一直稳扎稳打 凭借着精湛的演技 在娱乐圈打下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因为年龄的原因 陈美凤大多数的角色都是母亲类型的 不过最近她却要挑战自己 扮演一位性感迷人的大龄女性 在剧中有许多大尺度的片段 这部剧对64岁的陈美凤来说 无疑是最大的一次挑战 不仅有多场激情戏主演 还要一改往日的形象破口骂人 虽然是如此的具有挑战性 但是陈美凤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坚持拍摄 最后呈现出来的作品也是非常不错的 许多人都看不出她已经有64岁的高龄了 随着这部影视剧的成功 陈美凤自然也避不开记者的提问 当记者问其对性生活的看法时 陈美凤大方回答说 年纪大了之后觉得大不那么重要了 但是年轻时还是很重视的 还自嘲说没遇见过能力不好的 从她的回答中可以看出 陈美凤年轻时应该是位放浪不羁 相当风流的人啊 不过尽管陈美凤年龄已经很大了 却还是频频被爆出桃色新闻 近期陈美凤更是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与严陈旭的合照 让人不禁怀疑两人的关系 毕竟早先陈美凤可是于邱泽传出过恋情的 更是在公共场合与自己的干儿子罗志祥相处亲密 印发了不小的争议 前段时间罗志祥被爆出私生活混乱的丑闻 陈美凤当时发了一篇文章 当时被不少网友质疑 是在为罗志祥发声 但事情的真相我们却不得而知 之所以陈美凤64岁还有绯闻 主要是因为她的保养做得太好了 完全看不出来是已经60多的人 不得不佩服她的自律 才能拥有如此不老的外貌和身材 她因为身材保持得很好 一个64岁的女人却给别人一种三四十岁的感觉 她从演电视以来借过很多的角色 主角配角龙套她都演过 随着一年年演技的精进 她借的戏越来越多 自己的财富也就慢慢积算起来 但是让你想不到的是 这样一个同时拥有财富和颜值的她 婚姻生活却是极其不顺利 甚至可以用悲惨来形容 为什么原因在于她的丈夫对她不好 甚至家暴于她 我们想不到如此光鲜艳丽的她 却被自己的丈夫欺负 最终如我们所料 她和自己的丈夫离了婚 不过之前有媒体爆出 她与小她30岁的邱泽谈恋爱 但是这件事最终有两位当事人指出 这是子虚乌有的事 原来她们只是被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下 她只是很赞赏邱泽工作认真 台语很好 有礼貌而已 她们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只是这个绯闻被爆出后 陈美凤才关注到邱泽 并说明自己对于邱泽很抱歉 然而这件事不能怪陈美凤 这只是媒体要曝光 想要自己赚钱而已 陈美凤当时说 自己还是喜欢自由身 可能是上一段失败的婚姻 已经给她留下了莫大的阴影 英国知名媒体每日邮报 刊登了一则 以再赢得一场选美比赛40多年后 一位抗咒的台湾女演员 以其健美的身材 震惊了网络为标题的报道 也就是独家采访陈美凤的相关内容 报道称陈美凤 美丽 温柔 善解人意 尽管已经过了风华正茂的年纪 但她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照片 却让人大感震惊 照片中她的鼻肤容光焕发 脸上也没有皱纹 不仅如此 她还有着结实的腹肌和前途后翘的迷人曲线 被外媒一同夸赞之后 陈美凤还接受了她们的独家访问 自然也提到了自己的不老秘诀 陈美凤向英国媒体透露 自己每天早上都有喝汤的好习惯 并且一般都会在汤里加上姜片 因为她认为这样 这有助于我保持好皮肤 当然除了喝汤 陈美凤还提到了健身的必要性 陈美凤说自己不是一个健身狂 但还是请了一位教练 每周进行一两次举重训练 更令人诧异的是 陈美凤虽然今年已经64岁高龄 却每天都还坚持穿高跟鞋 除此之外 她还向外媒透露自己喜欢进行按摩和敲打 颇有些中医养生的感觉 外媒的报道已经发布 立刻吸引了网友们的关注 点赞转发量达数万次以上 随后陈美凤自己也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了这篇报道 一时感谢 顺便还整理了五大保养秘诀 无私贡献给了网友们 陈美凤说 美丽需要靠经营 她透露自己每日早餐不管喝汤或煎肉 一定会夹一两片浆 吃一颗带皮苹果 运动更是不可少 起床前抬腿踩空中轮车 平日也爱泡汤 夏天开空调就会穿上短袜保暖 另外还要保持心情放松 睡得好就是最好的美容 最后还很调皮的说 其实如果不是大家一直提到64岁 我都忘了自己有纳熟灵了 因为我的心态都停留在30到40岁 还和网友互动 问我是不是很幼稚 结果反而引来又一顿夸奖 网友大赞 20岁的姑娘都被你比下去了 超越洋妞好几条街 永远美美的黑猫姐 其实64岁的陈美凤至今还是单身 大约5年前 她经历了一场痛苦的离婚 结束了她与美籍华人丈夫 10年但没身子的婚姻 当时陈美凤爆料 前夫出轨还殴打她 简直闹得是满城风雨 不过现在她说 自己很期待见到真正的真命天子 毕竟也已经64岁了 想顺其自然一些 但仍然会有男人喜欢年轻女人 所以很难找到理想伴侣的顾虑 果不其然 陈美凤也算是真正的美了一辈子的女明星 又美又有钱 真的还会困扰没有爱人吗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